花蓮凤林镇玲珑里除了兆丰农场区域内有500公顷光电开发案还在跑流程 以及今年已经动身的深丰电力案66公顷 又被新加坡绿能业者向重仇设新能能源 太阳光电案127公顷 而针对民众疑虑业者表示用地都是国有财产署土地 外光电区周边将设置10公尺的隔离绿带 而光电板表层镀膜只能使用清水冲洗 不会造成污染 新加坡绿能业者向重仇设新人能源太阳光电案127公顷 针对民众疑虑业者说用地都是国有财产署土地 未来光电区周边将设置10公尺隔离绿带 参加的凤林正代会副主席许朝辉表示 到场参加说明会的民众相当踊跃 每位民众也都提出了他们的看法 不过副主席认为该厂商的员工任用 应该要优先聘用凤林正当地详情为主 在那边盖光电 第一个先以凤林正委优先录用工作人员 第二个就是说他的回馈 在那个部落方面呢 他每年回馈公寓活动20万 在地在开发区的这个社区 他每年也回馈20万 作为公庙活动以及公寓活动 住那个热室团体20万 凤林正公寓每年也40万作为回馈 当时呢 那个我们这个百姓 大家认为说 离我们社区非常的远 所以对地方上也没有什么影响 地点在凤林正 林荣里 荣昌段 298地号 等110笔土地 基地位置分为两处 而其中台九县新丰平桥南侧左右两边 总开发面积约共计有127公顷 基地位置为国有财产署的国有非公有土地 属于一般农业区的农牧用地 已获得国有财产署的申请开发同意书 而且也都依照农委会规定申请开发 未来希望取得地方共识 与地方共存共荣 记者林杰凤林正采访报道